第2天 早安 我覺得沖繩很厲害 覺得它的海的顏色很漂亮 誕生誕生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是什麼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預計 12點的時候要去吃恰恰飯 吃完了之後呢 我們要去水族館 水族館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回半天睡覺 今天晚餐我們吃的就是 昨天訂的那個 琉球的牛 出發鼓語力打 我不得不說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沖繩天氣跟台灣一模一樣 就是我不會覺得它有日本乾燥的感覺 我們臨時跟講我們的行程 因為我們發現萬座毛 就在我們住的飯店旁邊 5分鐘的車程 裡面感覺賣很多東西耶 原來這邊是一個購物店 我們這一趟來沖繩真的太熱了 你看我們直接把它的長褲脫掉 就完全不會冷 連海風吹過來也是有點熱熱的 我老婆對於日本的販賣機都非常有興趣 她已經不是第一次在那邊自己喬著販賣機了 我想要吃吃看這個耶 算是鳳梨對不對 會不會算是榴槤 那我也很開心 好我們等一下離開的時候再來買 人入場費是100塊日幣 小小朋友不用 萬座毛 遊求王朝的上進王到訪此地時 稱讚這邊是可以容納萬人安座的草原 我剛剛看那個圖片 我覺得它的感覺就像是橡皮眼 你是說墾丁的那個嗎 對 你就這種景點會不會也是 學生避旅的時候會來的地方 你說是本人避旅嗎 我就一定會 它是要走的耶 你要確定耶 沒有沒有沒有 它是平地真的 我有來過 它就純粹是一個路線這樣子走 它會回來嗎 不會 它會一路接到墾丁啊 就你等一下會經過射頂公園 這不是吃的 這不是玩具 這是帽子 它現在很容易把東西都當成玩具 就是像口罩啊 它會很想吃這樣 好了 戴得住嗎 然後趕快先拍照 好可愛喔 走著走著 就來到萬座毛最知名的一個拍照的景點 來吧老婆 沒錯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好喔 3 2 1 你看你的裙子飄成這樣子 這風這個世界大耶 但是還好我們這個時候來這個風是不會冷的 有一點點黏黏的 因為就海風啊 肯定認證 你現在巨星風範很大耶 三小 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帶一個有鏈子的可以綁住 如果你的頭沒有那麼大的話 我是小頭 但我老公大頭他就不怕 他說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拍手 有趣的事情會發生 根據你拍手的位置會有各種的變化 有嗎 我不知道 他說怎麼覺得好像都一樣 我們光是先回到建築物內了 萬座毛這個景點大概可以待40分鐘 他真的好可愛喔 我把他一放上車然後他就這樣子呆猛的看著我 那帽子你要拿下來嗎 弟弟 那我們來到的是 古魯利島上面的沙沙飯 沙沙飯以前好像就是這港餐車 結果後來因為觀光客人而多 然後大家覺得很好吃 他現在就變成一間建築物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排隊吃沙沙飯 但內用和外帶都排隊排在這裡 遇到了粉絲朋友你們好 行程跟我們一模一樣 等下吃完沙沙飯要去海洋館對不對 剛剛遇到的粉絲朋友說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大概還要再排30幾分鐘 好遠 我以為我們已經在一個不是吃飯時間來了 這邊的沙沙飯就是很有名啊 所以不來又覺得好像說不過去 他們的想法跟我們一樣 他們說沙沙就是free就好了 大蒜蝦這個是奶油口味的 這是辣味的 這是辣味奶油 看起來很好吃啊 我很期待耶 我也蠻期待的 大概排了20分鐘我們點好餐了 但是還要再等25分鐘左右 還要再等25分鐘 上面還有一個很寬敞的空間可以用餐 那如果坐在這邊的話風度比較大 但是你可以在這邊 眺望古魯利大橋 還有沙沙它的海獨特的顏色 我覺得我們下次一定要記得來墨鏡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是有配色的 我們今天是紫色的一家人 現在是他們兩個的父子世光 它會錄到我在唱歌的聲音 因為我這邊帶一個無限來的我麥 你剛好在唱歌啊 它那個相機應該都錄得很清楚 老婆老婆快點快點吃吃看 我好期待喔 你到底幹嘛來這邊點薯條 它薯條超細的耶 就等於沒吧 啊 它加的是那種 墨西哥粉 我們點了一個是辣味奶油 然後另外一個是原味大蒜 長這樣子它就是兩坨飯 然後上面應該是灑滿剛剛吃的那個墨西哥粉 它是另外一份牛蝦雙拼 它的牛肉就是用大蒜炒的 然後這邊蝦仁我們就點大蒜口味 我是覺得這個檸檬一定要擠 不擠沒天理啊 欸 不用那麼滴啦 我以為它不會滴嗎 這個蝦子是有殼的喔 它看起來像蝦仁 可是它其實殼還留著 它就是幫你切開中間 你現在吃的是原味大蒜 我喜歡耶 喜歡 蝦子新鮮 韓牙 是想像得到的味道嗎 其實想像得到 但是有開背的蝦子看起來就特別好吃 喔 牛肉呢 沖繩牛肉讓你搖頭了 這一家本來就叫蝦蝦飯 它不是牛牛飯 所以我會覺得牛肉 它如果就是只有合格的話是合理的 上面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欸 奶油蒜嗎 應該是奶油蒜的醬耶 很香是不是 我覺得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辣味奶油超好吃 加上檸檬有一點酸味 整個味道很不一樣耶 我剛剛吃那個原味的大蒜 覺得也好吃 它的醬很厲害 它那個醬除了附著在蝦子本身上面之外 它的飯上面也會淋上一點點的醬 所以那個醬可以這樣加飯吃 我比較喜歡辣味奶油 雖然它是辣的 但是它真的很帶勁 牛肉的部分不是它主導 我覺得味道的確是還好 我們等了40分鐘 我不覺得生氣耶 如果你有來這邊的話可以排隊 菇宇利大橋它本身是沖繩的經典之一 因為它就是很漂亮的橋 然後上面也有很漂亮的沙灘 所以來這邊你就順道吃它 我是這個想法 我覺得買它的這個自製的飲料 配上蝦蝦飯 很畫龍點睛耶 蒜奶油會有一點膩 你可以配這個檸檬氣泡飲 很解膩耶 它那個吸附在蝦皮上面的醬 我都會想要把它吸光 好好吃喔 帶小朋友說還有一個體悟 每到一站下車 大概要花10分鐘 有好多東西要拿 然後你背背帶啊 調整背帶啊等等的 然後我老婆非常的貼心 她幫我們準備了拖鞋 因為她知道我們今天有看沙灘的行程 哪裡找得到這種老婆啊 又會顧小孩 又會幫老公準備拖鞋 受不了 我現在來到谷宇利大橋下面的沙灘 大家都穿短褲 失策 這樣我的褲子會不會跑進一點沙子 到時候一打開 我的褲子裡面有蛇 欸 不是啦是沙子說錯了 是Chillie 橋下面的沙灘 然後又是那種細沙 細白沙 很多人都下水耶齁 你去踏一點浪 畢竟你都穿拖鞋了 踏浪少女 怎樣 很冷喔 好冰耶 很冰喔 大家都會帶著寶寶來這個地方玩 太可愛了 我們還太小了 我們先不要下去 我們在旁邊看就好了 弟弟我們來感受一下沙灘的好了 這是什麼 這是沙子耶 它這裡好像沒有喜歡耶 是嗎 這個行程我們大概在這邊待20分鐘 但是是因為現在寶寶沒辦法下水玩 不然的話我覺得這邊 可以安排一個小時可能沒問題 淺淺的給他們玩一下水OK 路里大橋的沙灘非常漂亮 大家經過一定要下來走走 接著我們抵達的是沖繩最有名的海參館 現在終於沒電了吧 終於 現在是我們的時間了媽老公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時間 我們等到他18歲獨立的時候才有時間 下午4點我們抵達海參館這邊 裡面有幾隻很大隻的金沙 聽說是亞洲最大的 媽婆我們很幸運耶還有耶 這時間很剛好我們逛館內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去海豬秀 果然跟你出來玩就是幸運 因為有你也幸運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建築 有一種花蓮海洋世界的既視感 大人一張票是1050日圓 6歲以下小孩免費 首先看到的就是非常大的水煮蝦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看魚之旅 剛剛講看魚之旅我突然間想到 好像有一家黃魚餐廳很好吃 好可怕喔 我完全知道大家為什麼超級推薦這邊可以帶小孩來 他非常的友善推車類 他一路上都是坡道 那個水族山旁邊還有上帝光芒 太美了吧 這個水母超療癒的耶 我站在他前面我有一種身心靈全部都被療癒的感覺 我好像就可以待在這邊一直看著他慢慢的飄 慢慢的飄 他們真的長得好奇怪喔 水母果然是外星水母 這麼醒來了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 整個館內最大的水族蝦 等一下下去一樓 它裡面有很大隻的金蝦 太大碳 這個水族山真的非常的大 那一隻就是這邊最有名的招牌 非常大隻的金蝦 你有發現我們不是從上走到下面嗎 它是隨著海洋的深度 在吃不同深度的魚 你有發現嗎 是嗎 最上面是熱帶魚 然後最下面是深海的一些魚 你怎麼知道 我剛好注意到喔 我覺得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的IG上面有半抽獎 我跟大家說我會來沖繩 會買紀念品回去給大家 然後我現在看到這個小別針 我覺得很可愛耶 那我就買五個都不一樣的回去送給大家 但那一篇文已經留言截止了啦 所以大家就追蹤我們的IG 因為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有些人 也是會翻抽獎這樣子 希望抽到的朋友 會喜歡我們帶回去的紀念品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海盆秀的劇場了 這人非常的多耶 他有點小睡 但是因為很多人他又在看 然後聲音也很大 喔所以對大家好很好吃 我覺得海洋館就是一個必踩的景點 因為來沖繩你一定要踏過這個海洋館 才會有那種來過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行程其實已經算是還蠻充實的 對於帶一個不到一歲的嬰兒來講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行程蠻精實的 今天跑了萬座毛 古語立島 蝦蝦飯 然後還有海參館 還有海灘 所以我每天腳都不是我的腳 我背著一個8.5公斤重的東西 每天回去我的腳都肚子快廢了 缺我幫你黏黏嗎 沒關係 你幫我打打就好了 啊 你到底有多喜歡QOO 你從沖繩一下飛去那邊說 日本的販賣機應該會有QOO吧 這個沒有 好玩臉喔喔喔喔 這個不是嗎 才不是咧 這是盜版的啦 恭喜你買到QOO了 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剛剛我們後面有一群台灣人就說 欸QOO 我想說到底QOO台灣人對他有多執著 這個是回憶 昨天就訂了燒肉 琉球弄牛 吃和牛 你是不是很期待 最期待的心恨就是來吃這個 他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們帶伯公來吃這一間 他現在很擔心他有什麼時候會吃 他套餐其實蠻多選項喔 那我後來選擇的是一個 可以吃到蠻多種部位的一個拼盤 然後另外還有一份 菲力牛排的套餐 旁邊這個吐司簡單烤下來之後 配上這個燉牛肉這樣子享用 非常的軟欸 你直接這樣子弄就直接碎掉了 這裡還有教你要怎麼烤摺疊肉 還有牛舌 好的 現在因為我老公去處理我二字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人獨食的狀態 這個部位是他的菲力 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個是牛舌 他整個有花分布的都很均勻欸 這個看起來是我熟悉 但我不太敢吃 所以真的就給老公吃吧 他剛剛說這個 Just eat 沒有牛肉的腥味欸 沒有腥欸 真的沒有腥 但是我不會煮一點它 可是我剛剛烤好的牛肉 重點是現在只是叫我一個人 但是有點尷尬 人去樓空 唉 帶小孩出來就是遇到這種事情 我剛剛已經有吃到這一塊了 真的是入口即化 很嚇人 他每一道肉上來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介紹這什麼肉 就算你跟他說英文 only 他們也會努力的幫你介紹 我覺得這間店還不錯 蠻推的 唉 先嘗嘆一口氣 剛剛發生什麼事 來你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他可能想要睡覺 因為他今天都沒有長時間的睡 所以他就開始有點歡了 我們原則就是 在外面餐廳就沒時間教育小孩了啦 先帶著就對了啦 我們剛剛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先帶著小小李下囉 然後 我大概在下面來回走了20分鐘 那他也沒有要睡的意思 先讓我老婆在上面 好好的把他的份吃完 然後說老公你可以上來了 上來了之後呢 他就把小孩帶走 然後因為哺乳他就會睡著了 所以他就先回車上 我再把剩下的肉KO掉 我們剛剛這樣吃台幣3,600 是兩份套餐 而且是有和牛 非力 是那種A5等級的和牛 我自己是覺得 他的肉質 咬起來非常的好 不過不得不說 和牛這東西 我每一次吃的心得就是 我吃完之後 我大概半年不會想要再碰和牛了 一個人吃兩塊 真的就差不多了 一吃的時候 天啊 這是什麼東西 也太好吃了吧 我把它烤熟 它有一點焦焦 我吃下去有時候 天啊 一咬就軟掉的那種感覺 他的外皮是酥的 因為你把它烤焦了 可是你裡面還是 非常的入口即化 我覺得很厲害 我今天還是覺得 我吃了一餐滿滿意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 Lawson補充泡麵 我晚上已經很餓 繼續吃泡麵吧 你不是要去泡澡嗎 正準備要下去的那一刻 我覺得人太多了 我想說 算了我自己回來 用浴缸泡好了 大家在沖繩Eno 玩得很晚 然後趕在洗衣店一起 也快去泡完 再加上這邊的大浴池 其實就是自來水 熱水而已 不是溫泉 我就覺得 那我還是上來浴缸泡好了 你在說什麼道理 不過我覺得在下面洗澡 是舒服的 因為我們這間浴室 沒有做乾濕水理 所以現在浴室就不會濕濕的 我昨天洗澡的時候 有一點害怕去噴到 就是一些電氣用品 或什麼的 其實不太可以亂噴 那我剛剛在下面 就是盡情的亂噴一通 我看到明天早上8點 我在Lawby會有招式 我覺得我們明天可以 找點洗澡下去看看 好喔 OK 好 做到做到喔 就是跟大家說晚安囉 晚安